慈禧志工来到北投分局 除了吉祥月推广斋戒 同时感谢世大运期间 人民保姆不眠不休的 慰安之情 非常感恩这些人民的保姆 因为有了他们 所以社会能够祥和 让他们大家能够很平安 世界灾难频传 让人心痛不舍 影片播放唤起环保意识 20多位志工准备200多份素食午餐 让圆景体验 吃素的好处很多 因为第一个就是不杀生 有些时候看 就像刚刚影片中介绍 那些动物被杀之前都被倒掉 看来真的是蛮可怜的 我们就是一般只想说 吃素是不是不要杀生 不要什么 那我们有些人可能 没有这方面的信仰 就觉得吃素没有那么的重要 但是其实吃素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就是帮助这个地球 让它能够变得更好 我从事就是警察这个职业 也是想要帮助大家这样子 那希望将来一起 就是跟慈祭单位一起 一起为这个社会来奋斗这样子 那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音乐人应正阳 以志工身份演唱慈祭歌曲 不忍地球社会伤 苍生多苦难的歌词 让人感觉温暖 大家一起问这些美志工 汪美芳 黄耀廷台北报导 都会有空 订阅 我们在家中的国家 内容